是一千块钱 如果他那个 价钱是低于五万的话 就是五万或者一万的话 是五百块钱 超过五万的话全都是一千 然后十万以上二十万以上 他也是一千块钱 然后刚才讲 我们就是说两天之内 要文件要到位 你超过两天呢他就认为你没有完成 他那个要求他也可以 就是说把你的offer cancel 如果他愿意的话就是说他 对这个时间要求还是蛮严格的 这个押金呢 对押金 就是说最多也就是一千块钱 你觉得这个Hard 这个押金是比较少 多数时候Hard的房子比较便宜 所以他押金也比较少 你要是买那个Fanimate 或者银行的房子你可以买到 五十万一百万或者几百万的都有可能 Hard的房子呢你买不到 那么贵的房子大概 在亚特兰大可能三十万 就差不多可能差一两栋 二十万到三十万之间 可能差几十栋 多数的房子呢都在十几万 或者十万一门 他总共只比方说只有六七百栋的话 多数的房子都在十万一门 这一门 B的Hard房子我们讲你需要用 Selling Agent 就是我们公司的Agent都可以把这个放进来 然后公司的Agent 现在注写成为Selling Agent 之前的Broker 现在注写成为Selling Broker 然后这个每年需要运用一次 所以我们每年都会运用 然后他B的这个网站呢 就是HardHomestart.com 就是这个地方 刚才我们讲就是说不同的这个时间段 比如说三十天呢还是五天呢 就是第一阶段 Exclusive Listing 这一段呢就是自助的人可以买 那过来这一阶段呢 如果房子还没有买出去 投资的人也可以 投资的人买的时候 它叫Extended Period 在那个阶段呢 好处就是它每天都会OpenB 比方说 假设它那个星期五 星期五的时候 它那个原来那个Exclusive 已经过时了 然后它还没有卖出去 然后你星期五 星期五是那天 这样的话它星期一就知道结果 所以你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 这三天 这个B的是一样的 星期一知道结果呢 如果星期一它还没有卖出去的话 就是星期一 从早上到晚上 十一点五十九分 这一段这个B的 它都认为是一样的 所以你有同样的机会 然后星期二就能知道结果 同样的机会呢就是说它 还是按照它 在时间段上是一样的机会 并不因为你早了或者晚了 但是你的价格呢高和低 这个是一个决定的因素 如果是赢了以后 你这个contract 如果是在天然系的话 你一定要用那个Direct UPS 送过 就是说快递过去 如果在亚特兰大呢 你可以就说 请自去交货去 最好给它要一个receipt 如果在亚特兰大呢 你当然也可以用 而我呢 如果你不想费事的话 待会我们可以看一些那个表格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Shop sale Shop sale就是主义的事项呢 就是除了那个合同之外 你需要那个Shop sale Panti-Ch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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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个Shop sale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说 你出的价钱 不一定就是说 你能够买到的价钱 比方说 你可以塞了他这个价钱 他要八万块钱 你给他出到七万五 他接收了 然后过了三个月以后 就是银行那边不接收这个价钱 这个七万五还是没有效的 所以就是说银行 就是说 银行可能接收八万块钱 银行也有可能不接收八万块钱 所以说Shop sale要的价钱 他以银行也可能不接收 因为他欠银行的钱更多 比方说他要八万块钱 只是他自己想这样要 然后他欠银行的钱呢 可能欠十二万 银行就是接收多少损失呢 就是说 是他 他想要的钱 银行说 他欠银行十二万 那银行呢 他只能够两万块钱的损失的话 银行要十万块钱 然后Shop sale要八万块钱 这个八万和十万呢 这两个区间呢 十万块钱这个算数 所以就是说 你可能等了三个月之后 你才知道银行要 比你出的价钱要高 才提高 所以就这样的结果 商线呢 会发生这样的陷阱 这时候呢 怎么办呢 就是说 或者你就把价钱提高 你就接收他那个十万块钱 或者呢 你再给他谈谈 比如说 你觉得十万太高了 九万行不行 你就再给他谈 这样呢银行也可能说行 也可能说不行 就是如果银行说不行的话 要等一段时间 可能又过三个月 一两个月 所以时间会拖得很长 然后还有一种可能呢 就是说 你出比如说七万五 然后银行要十万 这时候呢 他可能有别的offer 所以他有back up offer shall sale呢 很多时候 这个leasing 18的 希望有back up offer 因为他觉得就是 他要有这个时间 加上你不要的话 第二个人要 他这样把那个房子卖掉就可以了 对银行来说也比较合适 对他来说也比较合适 只是对你的buyer来说 就有不利的这个民众 你经常会看到这个shall sale 他说setting back up offer 这个是很正常的 因为也就是说 很多shall sale 走到一半的时候 或者还没到一半的时候 那个buyer已经不想买了 就说我等不了这么点时间 那他就quit了 这两个的话 他必须有 还有一个offer 才能和银行再谈判 因为你没有offer的时候 你不能和银行谈判 比如说他 那一个房子 他要三十五万 他这个房子 如果这个 价钱比较高的话 他没有offer 在没有offer之前 就是说他不能和银行 淘价还价 所以他需要等一个offer 最后价钱可以高可以低 所以说不管高或者低 就是你是一个必须的条件 和银行谈判的必须的条件 他有的时候 他就等offer 如果没有的话 他就往下降 你能看到有的时候 shall sale他的房子 价钱一直往下降 他就是说要等低个offer 他有的人他不太懂 他就不降 他就一直在那放 那最后呢 放你就会far close 这样对这个owner的损失就比较大 那far close以后 他的信用呢 可能七年或者十年 都很糟 但shall sale 对他信用的影响呢 就少 就是说影响不太大 也会有影响 刚才那个highland那边 他是我们公司的agent 他有一个deal 就是四十万块钱的deal 在raswell那边有六亩地 六亩地 很大 然后raswell那边 他的里面也比较近 大概在四百号七号出头吧 high school 是raswell high school 然后他那个property上 就是一个pound 就是说原来assessment value 是七十八万 你知道这个assessment value 他是 就是你叫tax的时候 他还不是那个market value 他原来的价钱 大概拿到九十万 或者上百万 然后他买的价钱就是四十万 所以他这个是非常地低 然后他客户呢 是北京的 就是说是没有social secret number 没有什么 就是大陆的公民 他就是从来没到美国来过 他那个成交的时候 他是想的 但是呢 还没有了 成交以后 他再来看到他这个套费 很漂亮 这个地方 这是就是比较贵的这个shasser 他四十万成交 还有便宜的 底下有个例子 是五万三这个成交的 这个他最初的 他股价可能差不多十万左右 那后来一直在降 最后银行呢 也同意就是 就是出的这个价钱 他买的时候五万三 然后他租的价钱 差不多一千块钱一个月 就是说这个回报还是不错 这个可能是前年的时间 这个套费的价钱 就是你从owner手里买的 你不是从银行手里买 但是银行要同意 所以soul sale呢 还是比较麻烦的 就是说owner要同意 然后银行要同意 然后银行要同意 这两个都同意你才能麻 就是也一方不同意 你也不能麻 owner会不同意吗 有的时候owner也不跟你配合 所以有的时候 他列出来 他想做soul sale 但是呢他又想在里头 多待一段时间 尽可能多待 因为他soul sale开始以后 或者还没开始之前 他就已经不需要付那个moggage 有的时候他把那个房子出租出去 然后呢他要搞soul sale 所以他还在拿着那个 拿着那个租金 然后还不付moggage 再做soul sale 这样也可以 也有做成的 soul sale的价格 就是可以高可以低 就看他market value 几万的也有 几十万的也有 上百万的也有 soul sale的话 就是银行要不同意的话 就做不成 银行同意的话 才可以做成 然后这个owner呢 就是容易接受你这个offer 为什么呢 就是说对他来说 反正他都是要有损失的 然后他过空的时候 他拿不到钱 比方这个房子值五十万 他欠银行 比方说 假设他现在欠银行六十万 这样原来他比较高了 现在市场价钱只是五十万 然后他标价呢 他可以标四十万 他为什么标四十万呢 他就想 只要有一个人先出一个offer 尽快出一个offer 他就配合银行谈判 谈判最后过后以后呢 他就release掉 他就是说 对他信用银行还是有 说是很大 但是也说far close 这台印象就比较大 所以呢 有的人呢 还想尽快稍税 比方说他标价四十万 和他标价五十万 对他来说 关系不太大 就是说这个合同 比方说四十万的合同 和五十万的合同 对他来说 关系也不太大 因为最后呢 就是银行的损失多还是少 比方说 他现在欠银行六十万 他这房子卖到五十万 那银行接受十万块的损失 然后假设卖到四十五万 银行接受十五万损失 这个owner呢 过苦的时候 他一分钱也拿不到 因为他拿不到钱 所以他也不在乎 就是说 只要有人签合同 他就签 就是说 当然就是说 你签得高的话 对他有好处 就是容易 容易搞到这个 就是容易做得成 因为你银行 签银行六十万 他现在四十万的合同 那银行肯定觉得 差的太多了 然后银行说 市场加五十万 他可能会认可 比方四十五万 或者四十八万 或者多少 原则上讲过苦的时候 塞尔拿不到钱 他是贼尔 就是过苦的时候 他要去 他去的目的 主要是签字 不是说去拿钱 他拿不到钱 但是也有个别的情况 他可以拿到钱 就是通过其他的一些途径 他有一个费用 他叫那个 relocation那种费用 有的leasing agent 他保护这个塞尔的时候 他比方说 他要求 这个relocation的费用 有的时候银行也会同意 这个钱呢 比方说 他可以拿到三千块钱 这样过苦的时候 塞尔可以拿到钱 但是呢 他这个钱呢 能量不再反映到那个 就是塞尔他们 拿到那部分 比方说在右边 最底下是塞尔拿到多少钱 就是那个hard one 最底下那一行 那边还是写的是零 但是他顶上某一个地方 他会写上 他可以拿到多少 就是 那是可以给他一张支票 就是说 这些是一些例外 如果他那个 比方说 过苦的时候塞尔 他那个hard one 那个地方 他要不是零 他要是拿到钱的话 多数时候这个银行 就不能同意这个deal 因为就是银行 在接受三千的时候 他不希望就是塞尔 欠他那么多钱的时候 再拿钱 然后银行呢 还有可能就是说 给这个塞尔 那他在付tax 还有那个deficiency judgment的那个tax 就说原来 你现在欠我二十万 欠我六十万块钱 然后这个方便买到十五万块 四十五万 那剩下这十五万时间 你要付tax 他有可能 他就说他也可以这样要求 但是很多时候 他也就放弃了 他不这样要求 特别是如果这个房子 是用来自己住 不是投资的话 就是银行那边 有时候更容易 来接受它的损失 就是这个 刷塞呢 你在网上看 它有一种写着 potential刷塞 一种是 pure or proof刷塞 这两个区别就在于 那个 要是pure or proof的话 就是银行已经同意这个价钱 或者是已经知道银行 同意什么价钱 但是有的时候 有的利性 agent 也不是很清楚 他写着pure or proof 其实他还没有 没有做到 所以你要这个 agent bure or proof 看他确实在什么状态 他有一个叫bpo broker price opinion 就是银行想要多少钱呢 他一般是通过bpo 来预先就是说 最快的 那知道想要多少钱 当然他也可以再做prison 大概比较精确一点 要做要多少钱 这个bpo就是说 他给一个价钱 就是这个房子 大概值多少钱 他用的时间是最短的 可能在半个小时之内 或者一个小时之内 他就把这个文件 就做出来了 他甚至有的时候 不需要进到这个房屋里 他就是估一下价钱的朋友 还有呢就是showsay的话 他一定是有mortgage 他不要还这个mortgage 再造成那个showsay 这个mortgage呢 有的时候有两个mortgage primary mortgage 和secondary mortgage 有两个mortgage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容易做这个showsay 因为如果发close的话 secondary mortgage 他拿不到钱 这样的话如果showsay 他有可能拿到10% 所以他第二个能力 有可能会同意 所以这样的话就容易做 因为他欠两个银行的钱的话 欠第一个银行的钱 相对也会少一些 这样的话 他这个market value 就是说差点也少 就是说认可的损失 第一个银行认可的损失 会小一些 因为第二个银行 算是比较大 那大百分之一 有的时候他出租出去了 那么他得搞showsay 他出租出去了 然后他还拿着这个lunt 然后他还不服贸给证 他还想要搞showsay 你觉得这个比较荒惭可笑 但是这种事情呢 就是也可以做下去 就是说可以过后 朋友也过后的 有这样的情况 是有什么不同 他刚才讲showsay continers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你要把这个要搞好 然后你要做不做howsay 你开始是没有必要做的 就是虽然SANA签字了 这个方式这个合同 不一定能过户 因为王力凡取决于银行 所以你要先做howsay 是一个浪费 除非就是说你这样做完以后觉得 你这价钱合适不合适 是不是要退出了 你要不是这样的目的的话 就没有必要去除去 上次有这个bending date 从开始这个bending date的意义 就不太大 最好呢是从银行pray or pool以后 那个时候开始算 这样才有意义 押金呢大概也是1% 还有银行的排卖房 银行吧 它和这个政府就不相同 然后银行很多 每个银行都有它自己的一些表格 多数时候它希望有这个 比如像G2那个sales agreement 除了这个之外呢 它加上自己的addendum就可以了 银行的排卖房 在这个iPhone2次上呢也可以查得到 我们看一下表格 我们看一下表格 就是那个certification 你要是买了自己住的话 它一定让你添一个 它有一个reo number 或者是在那里面拍卖房的一个 比如像那个profit ID一样 还有profit address 就是它10万米要去 你要是不这样做的话 它是让你做一个primer residence 比如说你说我买这个房子 我自己住 但是我只是周末来出去 这样才认为你不是primer residence 至少你周一到周五要在里面住 然后呢现在你60天真的要帮你去住 然后呢现在你60天真的要帮你去住 希望你签责 希望你bade 然后三点agent也要签责 这是一个表格 你要买hard的房子的话 它也有这样 就是要签30天 那个exclusive 它这个罚款就更高了 它也是让你保证非常软 它愿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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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你过去 那年之内没有买过 它的房子买自动 然后你继续在里面要再购 八十五 你这是八十五 对 它也有些团队 这个团队呢 就比较更为严重 你要是bade hard的房子就是通过这个agent 把bade的话 这个agent需要知道就是说怎么来填这个表格 hard呢有个case number 一般是105大票文件的时候 不是105 然后dash一个number 这个就是它那个prop table 那个case number 然后个人搜索器分的 它就是那叫unique的东西 然后在这边写了6 type ininsure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要是想搞FH insurance的话 就是你可以带款 一般状态可能不太差 如果状态特别差的话 你就是变成uninsure 就是un 就不行 但是un的话它就说 它那个第一阶段 就不是它变成天 它如果天没有买出去 就变成extended peer 然后这边有那个address 这里头呢第一项就是说 你要不要这样出多少钱 剩下的话 你比方说 要不要申请赛款呢 还是cash 像中国人家 用cash的话 你就选择cash就可以 其他的就是说 有closing cost 还有commission 就是6,7 那些东西 你要是像这个 你这个bid有竞争力的话 你就把这个closing cost 变成zero 那些东西就比较有竞争力 那这个 第五项 他呢就是说 他不管你就是说 你发多少钱在内地 他主要看这个第七项 neta month 丢入塞了 他自己最后拿到多少钱 这个呢 是他就是说 给不给你bid 就是你赢不赢的这个discope 这个标准 比如说你要是 只要你bid的那个month 这个neta month 达到它那个标准呢 它对每一个的propriety 它都有一个标准 在某一个时间段 它有一个标准 你只要达到它的标准呢 它就可以 就是说你就是一个问题 对你 但是如果有几个人 都达到它的标准的话 就是谁出的最高最好 它通知它只给一个人 然后它没有第二次提供 除非就是说 拿到这个b的这个人 他比方说文件没有准备好 就是说 你把它看错掉 或者呢 它在场会有问题 或者就是说 检查完以后 它有无限调 不管什么原因 就是对方呢 它看错以后 这个再回答 就是说 你在 它有机会 就是虽然你看试出的也很高 也能达到它这个bottom 但是你如果是最高的话 就是说你才没有赢 如果它有第二次提供的话 它有可能通话 又没有的这个货币 所以我们就说 就是说 有backer market 你叫不要 在对的 它也会告诉你 大概出多少钱就可以赢 所以就是说 还是 就是说 还是比较 就是在某些程度 在你第二轮的时候 你还是有些特别的 它告诉你 它的bottom是多少 你算一下 你加多少钱 你就知道 你应该出多少钱 就能赢 但是如果你想它 发给好几个人的话 你可能 就是你的bottom也可能 少会多出一点 你知道吗 对 这个怎么呢 就是说 在第十项 如果虽然没有接受 你的offer 你要不要做backer 你要是写做backer purchase information 刚才我们讲 需要search security number 需要它 要是公司的话 需要公司的名字 然后它需要它自己的名字 就是legal 那种 然后它现在家里的地主 这个就比较简单 就是你开始bott的时候很简单 最后你赢了 比那些adent a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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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文件 就稍微多一些 还有sassay sassay sassay 我们讲 卡特建训那个文件 比较重要 我们看 在这个之前 我们看一下 可不可以 还多大时间 大概 现在基本上完了 可能要提问的话 就暂时一段的话 那我们可以 断一下 可以断一下 好 谢谢 谢谢